大家好,歡迎來到《月如天地》。 很久沒有公開現身的房組名,罕見,現在現身。 今次她去了馬來西亞遊玩, 還和美女一起出現在夜店, 兩個關係很親密, 好像有點戀情的樣子,究竟發生著什麼事? 馬來西亞女星藍星雷在網上曝光了一組照片, 是她和成龍仔房組名的合影,兩個一起在夜店。 關係看起來很親密, 男星雷住在黑色低胸裙,身形很纖細。 房組名戴緊帽, 內面住在白色短袖, 外面是一件黑色衣衣, 40歲的她看起來還很年輕, 樣貌還是舊的樣子,沒有什麼變化。 房組名和男星雷手撿平走, 兩個站撿一起拍照。 她們密的緊, 男星雷在房組名面前做出可愛的表情。 她們的態度很曖昧, 在夜店揮著房組名沒有人金。 她們之間的關係看起來很熟悉。 網友猜想, 房組名是不是和男星雷有戀愛關係? 男星雷是辣妹仙的知名網紅。 她身份很多, 不僅是DJ還是演員和歌手。 在夜店很受歡迎。 她的樣貌也很漂亮, 住衣風格也很大膽。 她經常在網上分享自己的美照。 男星雷今年26歲, 因為獎上漂亮顏值美麗。 這幾年她在網上都很紅。 房組名和她去年一起出現在夜店, 或者她喜歡去酒吧喝酒, 在現場感受男星雷的DJ。 至於她們會不會有戀情, 以房組名的名氣, 她們應該還是有可能。 房組名從小就生活在一個物質極為富裕的環境裡面。 別的小朋友有的, 她都有, 別的小朋友沒有的。 她還是有。 但話來講, 物質豐富並不代表一切。 雖然房組名擁有其他兒子難以企及的資源和優勢, 但她卻缺少了最為寶貴的野父愛和管教。 成龍因為工作繁忙, 常年奔波在拍戲現場, 對房組名的陪伴幾乎為零。 這些零世房組名在小時候, 很少有機會見到她那位響當當的父親。 而且,直到房組名童年時期, 她的身份先最終被公開, 之前都是秘而不宣。 成龍的私生活因此受到了公眾的廣泛關注, 而房組名亦因此被推到了風口浪漸。 但即使這樣, 她仍然過得瀟灑協議的生活, 資源不斷,美女圍繞。 大家可能會想, 有這樣的家庭背景, 房組名是不是過上了不用努力, 就能得到一切想要的東西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房組名確實非常享受她的生活, 她可以按照自己的聖子來, 不受任何驅促。 這或是一個轉折點, 讓房組名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想拍功夫電影, 就像爸爸一樣在決定返香港那一刻。 房組名毫不猶豫地表達了自己的志向。 成龍聽後,沒有太多的反對, 她知道這是兒子心中的夢想, 亦都是她自己曾經走過的路。 於是,她為房組名找到了最好的功夫教練, 希望她能夠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 然而,事與怨懷, 學功夫的日子並不像房組名想像中的那麼風光。 她發現,自己無論如何努力, 都難以達到父親的高度。 那種被辛苦和挫敗感淹沒的日子, 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 說她,這條路不適合我房組名在心裡默默地告訴自己。 就在房組名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惘的時候。 成龍發現了她在音樂方面的天賦。 她希望兒子能夠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 於是,她為房組名打開了另一線門, 讓她成為了音樂大師李忠誠的學生。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房組名的演藝生涯可謂是風生水起。 她幾乎每年都有新電影推出, 和眾多影壇大的合作,拿獎拿到手軟。 但是,即使這樣,人家說起房組名, 腦海中浮現的仍然是成龍的兒子, 而不是她個人的成就。 她的私人生活總是能夠比她的藝術作品更吸引眼球, 令公眾對她的關注度居高不下。 這位龍太子雖然沒有繼承到父親成龍的事業心, 但她卻完美繼承了成龍的風流本性, 成為娛樂圈中人盡皆知的花花公子。 房組名對夜生活的熱愛似乎已經成為了她的個人標籤。 她經常出沒於各大夜店, 尤其對年紀比她大的女性情有獨鍾。 那些曾經跟她傳過緋聞的女友們,幾乎沒有一個是比她小的。 這一節,都令她在娛樂圈中的形象變得更加複雜和豐富。 講起房組名的風流史跡, 不得不提到2001年那一段光動一時的緋聞。 那一年,成龍在美國拍攝尖峰時刻。 房組名作為兒子自然是要去探班的。 但沒人想到,她竟然會對張子儀一見鍾情。 當時的她只有19歲, 雖然已經有了幾段交往過的外國女友。 但張子儀卻是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女性, 令她迷戀不移。 為了能夠接近心中的女神,房組名可謂是費盡心機。 她打著探班的名號, 天天網劇早跑, 還自告奮養要當張子儀的向導。 要請她一齊出去玩,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私下接觸。 儘管兩人年齡上差不少, 但他們相處得非常愉快。 雖然最終這段關係沒有進一步發展, 但足以讓房組名嘗倒了聶艷的甜頭。 說她正因為這次經歷, 令房組名覺得進入娛樂圈 可以更方便地接近心儀的女性。 2003年, 她學習音樂兩年後發行了新專輯, 並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大佩尼。 兩人被拍到深夜同坐一輛車外出。 房組名眾疑似夜宿大小姐向歸, 由此傳出了戀情的消息。 據說,兩人交往了好幾年, 房組名甚至還把大佩尼帶回家見過媽媽。 不過,在這段感情中, 房組名並沒有放下她的風流本性, 依然到處沾花野草, 吾望了又開工。 拍攝千機便宜期間, 龍太子皮亞嬌的美貌所接服。 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 房組名經常借拍戲之便療妹, 甚至還邀請阿嬌一齊外出, 希望能夠進一, 步發展她們的關係。 不過,熱情來得快亦去得快。 拍完電影後, 兩人的這段露水情緣就不了了之。 2004年,房組名再次被拍到 和女星觀恩娜外出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並且兩人澎湃並少。 之後,兩人多次被拍到一齊外出約會, 還被捕出經常以短訊傳情。 面對媒體的詢問, 他們既不承認亦不拒絕, 關係顯得非常曖昧。 就在大家猜測這兩人幾時會公開的時候, 房組名又和謝婷婷傳出了緋聞。 謝婷婷,這個謝婷豐的妹妹, 身材火辣,外形美麗, 曾經一年內換過七個男朋友, 兩人在夜店相遇後迅速火花四節。 但房組名似乎並沒有從這段失敗的戀情中 吸取教訓。 分手後, 她迅速投入到新的戀情中, 接連同林鵬、李詠芝、李旭婷、 說服等女性傳出緋聞。 她的感情生活依然是一團戀麻。 直到2014年, 房組名恩涉為禁品被捕, 和她的好兄弟柯振東一起被捕。 這一事件,令她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最終,她被判刑六個月。 出獄後,她的父親成龍試圖幫助她重振事業。 她帶著兒子一起出演了電影《鐵道飛虎》, 試圖為兒子洗白。 但是,敗光了路人園的房組名, 事業並沒有因此有任何起色。 成龍對兒子的這些不良行為感到非常失望。 她甚至多次在媒體面前表示, 如果自己的兒子是王力宏就好了。 可以看出,成龍對兒子的期望是多麼的高。 而房組名卻一次又一次的讓父親失望。 總的來講,房組名的故事不僅僅是一段感情的起起落落, 更是一段人生的跌蕩起伏。 她的人生可以說是華麗的, 也可以說是悲慘的。 但不管怎樣, 她的故事都吸了我們很多的反思和啟示。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